知名網紅貴婦奈奈跟夫婿黃伯健 涉嫌捲款十億元潛逃 凸顯了醫美診所推出預繳課程 可能引發醫療糾紛 由於這類案件層出不窮 台北市議員王洪威召開記者會 提出先前亞洲醫美中心 也是這樣無預警的倒閉 但主管機關似乎無力制止 年關將近 王洪威舉出許多市面上 買一送一 優惠預付為口號的醫美廣告 其實都違反了醫療法 是否應該強力積查宣導 讓民眾醫美有保障 根據台北市衛生局統計 每十件的醫療爭議案 就有1.3件與美容醫學相關 但因為衛福部的法規 讓許多向醫療院所 購買優惠券的民眾 無法獲得保障 明代希望法務局 衛生局 都能夠喊請中央更改法令 才能夠保障民眾權益 開播大台北市新聞 曹東華 採訪報導